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 新冠病毒 川普连任 和帅老三的诞生 帅老三呢 卖好别人家的孩子 从小甩开同龄人几十条街啊 帅脸夹起来可绕太阳系两圈半 但我的好朋友建国 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这不仅昨天发推特骂我 还组建了太空部队要怼我 当时我害怕极了 不过当我看到这支部队的老大时 哎 建国同志的消毒业还是不能停啊 太空部队的老大 是刚伸上来的四星上将纳德 这家伙是出了名的前程四锦呢 一向手头紧 眉头紧 时间紧 长得紧 老上司柯克 曾经有幸目睹过他的女装行为 所以对于纳德组建太空部队 非常的担心 但是建国一直希望依靠推特制国 对于卫星网络呢 特别重视 自从在直播上看了纳德的女装表演之后 两人是惺惺相惜啊 相信纳德一定能带领美军称霸女装界 啊 推 称霸太阳系 其实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老三我也是非常的震惊 想想全球的美军穿着女装随风起舞 这画面 连纳德他媳妇都忍不住哭了 不过纳德不愧是大统领看上的人 短短一年的时间就盖好了基地 造好了火箭 有了自己的大办公室 但纳德并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子 相反 每个人都可随意出入办公室 除了他自己 呃 这难道就是自由的味道吗 到了火箭发射的这一天啊 首席专家索马里早早的就等在办公室 见到纳德就表示 今天一定不能发射火箭 开什么玩笑 大统领还等着发推特呢 你现在告诉我 花61噪的火箭不能飞 老小子分明是想耽误美军上热搜啊 纳德果断是不同意 没想到索马里海盗基因暴走 强制要求推迟发射时间 并表示下雨天发射火箭 会耽误他收衣服 两人这么一来二去的扯皮 结果纳德的时间又紧了 送走了索马里 纳德赶紧悄悄的发布了发射命令 没想到一推开门 俄罗斯线人尤里正在玩他的电脑 纳德瞬间就不开心了 小情报你直说呀 为什么要玩我的英雄 还玩的这么惨 我他们段位都掉了 直接就想轰尤里走 但尤里明显不慌啊 还表示 你们大统领要你把机密给我 这一瞬间 老三我突然觉得建国太伟大了 当着美国总统还得为中俄的科技 添砖加往 真是身在操营 心在汉啊 情细祖国几十年 金发闭眼随身带 China涌在我心间 纳德深知大统领的良苦用心 似乎觉得一枚火箭不能为祖国贡献太多 于是找了正在玩萧萧乐的导弹指挥官伯特 会发射卫星的火箭没啥稀奇的 要是让大统领看看能打卫星的导弹 感觉升职加薪 住进五环就都稳了 只是没想到他原地爆炸了 一时间 纳德的眉头也紧了 既然导弹爆炸了 那就还得火箭上 毕竟大统领派来发推特的人都到了 纳德决定孤注一掷 不成功变成人 他偷偷到学校见了女儿最后一面 而女儿对他的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表示自己正在和尤里谈恋爱 万一纳德完了 尤里可以无缝衔接 有这样一个孝顺懂事的女儿 纳德心里悬着的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临走握着手里捷舞的五块钱 纳德心碎了 手头又紧了 回到基地 纳德依然地主持了发射现场的直播 火箭腾空而起 顺利地进入了预定轨道 所有的人都非常高兴 而国会呢 也终于同意继续给太空部队打钱 质得意满的纳德 邀请索玛丽到家里喝酒 两人的关系 也从一开始的敌对缓和了许多 高兴之余 纳德架起望远镜 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突然一艘比自己卫星大十倍的飞船 飞了过来 伸出机械臂 剪掉了卫星的翅膀 呃 不瞒大家说 那艘飞船上的人 就是老三我了 建国同志 第一集演得很棒 卫星祖国收下了